《中文字幕》 杜姆在你最苦的时候 或是看到众生苦的时候 那你很...你念这一尊 你觉得很有加持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 本尊来修 那当然如果透过 上师的加持 有时候他会直接 所谓一个开悟者 就是知道你的...知道你的点如何 直接会告诉你 你的本尊是什么 甚至 有时候可以问采王仁波切 他们可以告诉你 甚至有些上师可以用占卜的方法 这也是一个佛菩萨的感应 告诉你的本尊是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重点是 如果你能够从经教里面 去了解菩提心是什么 而是很想去按照菩提心的修行 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快的因缘 来了解你的本尊是什么 但是现在也不用急 我认为急的时候反而有一些问题 然后你现在就说 就你目前在修的仪轨看了经典 很认真的 能够心跟经典仪轨相应的 那你就很快 佛教讲 这个因缘下去的 结果就很容易欠钱 很容易 也就是说 你准备好了 事实上本尊都在等你 你准备好了没有 上师早就在等你 然后我想我们自己 一个正确的发行跟动机 比较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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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